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格林多的基督徒团体是保禄中途所创立的 但是格林多那个地方是一个海港 是一个跟外界交通十分发达的地方 所以很容易受到所谓外邦人的不正确的思想影响 所以格林多人的那些基督徒团体也会碰到很多这样子的困难 甚至在教义上 在他们的伦理生活上都学了所谓外邦人的那些不好的东西 所以在保禄中途为这些格林多人确实战战兢兢的 费了非常多的心血 他也不怕很勇敢地指出他们的错误 在教义上的错误 在他们伦理生活上的错误 所以这是格林多前书 前后书是一部很重要的一部教会牧林的书 对我们今天的教会的牧林也是有非常大的启发的作用的 那保禄中途在这个书信里面 就是很坦诚的 也很直接的指出格林多人的他们的错误 但是我们看到今天的一开始 这个开始的章节 保禄是以一个非常有乐观的口气来给这些格林多人写信的 保禄知道他们的缺点 他们的过错 他们的软弱的地方 但是还保有这样子的一个非常乐观的口气 基于什么 不是基于所谓人性的坚强 而是基于主耶稣的恩宠 他知道主耶稣 天主对格林多人的爱 给他们的恩宠 借着天主的恩宠 你们格林多人是可以做得更好的 这是保禄中途 他自己怀有所谓乐观的信心的原因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 都会有软弱 都是有缺点 有很多需要改正的空间的 我们不是靠自己 我们靠的是天主给我们的恩宠 借着天主给我们的恩宠 依赖天主给我们的恩宠 祈求天主给我们恩宠的时候 我们可以从软弱变得坚强 从不好的变成好的 也是可以说可以变成像今天福音里面说的 一个忠心的又聪明的仆人 而且天主一定会给这些忠心的仆人 一个坚持到底的恩宠 忠心到底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需要努力的 就是我们知道赛跑也要跑到终点 才能够得到荣观 我们虽接受了信仰 但是怎么样使我们的信仰保持 一直忠心到底 是我们经常需要留意 也需要天主给我们力量帮助的 天主保佑大家 光企社需要您的支持与赞助 可使用邮政划拨汇款 收款护名 财团法人光企文教识听节目服务社 邮播账号00035511 本节目由光企社媒体服传 以爱还爱影音工程计划赞助播出 2020年耶稣会是南淮人传 需要您的支持与赞助 请扫描影片中的QR Code 或电架02-2771-2136 转200 您的支持是我们继续前进的动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